大家好,在接下来的这段影片呢,就稍微跟统计呢,有一点没有什么关系,那么主要就是谈这个我们要怎么做构图上的一些制定的一些修改,让我们想要制作的统计图更符合我们的需要。 好,那么首先呢,我们先来看一个最简单的,就是刚刚的统计图我们都有看到都有文字标签,那么在ggplot里面呢,我们可以改变标签的方式呢,有两种。 好,那第一个是,其实前面刚刚已经有示范过了,就是用labs这个函数去直接去定义,所有你会放在任何,你这张图的各式各样的标签, 那最常见的其实就是,这个图的标题,还有x轴与y轴旁边的这个,关于说这个轴的一个说明。 那么在这个pets这个例子中,我们还有加一个就是说,这些线,像这个回归线来说,每条线的颜色分别代表是哪一种的宠物,我们也会加一个说明。 那另外一种方法呢,就是把这些部,把这些部位分别呢,其实都有一些对应的一些函式,那这些,那只要直接在这些函式之内呢,去,就是定,就是直接,直接去定义说,我要这个,这个部分是什么样的文字就可以了。 因此大家可以看到,同样的这张图呢,这张用这种方式所呈现出来的图呢,其实跟第一种方法是一样的。 那到底哪一种好,那就是看各位同学的习,各自的习习惯是什么样子。 好,那另外一种呢,就是除了标签文字之外,那大家都知道既然可以,我们可以有很多颜色的话, 那我们当然也可以利用,我们也可以在更进一步的去制定一些进一步的,让颜色更多,有更多的区分。 例如以这个例子来说,有两种定义方法,一种是直接就是去,去有根据那个颜色编码部的命名,去做定义。 那另外一种是用那个RGB的16进位,那这其实如果对于电脑系统比较熟的,大家都也知道可以从那个电脑的背后台设定,去知道这些16位元嘛。 那至于说这些有定义的编码呢,大家可以去查,在Data Scale这本书,它有提供的一个连结中,去参考这里面的配色。 那大家可以看到这个配色上呢,它是比刚刚预设都没有做任何颜色指定的这个小提醒图,看起来更生动了。 好,那么还有一个呢,是更值得学,如果说你是对GGProt了解到更深入的,你可以再更进步学的,就是自定画布主题。 就是一开始我们曾经,在这个单元一开始曾经有,在GGProt一开始的示范呢,有示范的一个最简单的步,一个布景主题。 那这个布,那其实那个,在GGProt有很多这个Sync开头的函式,都是代表一个已经设定好的一个画布主题。 好,那大家可以自行透过Help去查询说,到底有哪一些GGProt的这个Sync的函式。 那除了这个,在这个GGProt的套件中已经提供的布景主题之外,其实使用者也可以自己去设定一个你自己喜欢的布景主题。 例如,这本原来电子书的作者Lisa老师,她就有自己去设定的叫做Vampire的这个布景主题。 原始码就在这里面,大家可以看到就是针对这个背景啊,轴线啊,还有各式各样的元素,画布上的各式各样的元素。 你自己去做配色,还有自行大小以及色块的设定。 那你就可以去做一个像这样的一个回归线,与众不同的回归线统计图出来。 好,那么我们示范到这里,同学应该会想,那么如果我今天会做了这张统计图,但是要给别人看,但是别人的电脑里或者要展示的地方没有R,要怎么办。 那么我们只要把这样的图给另外存档汇出来就好。 那在GGPath的里面有一个盘式,GGSave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功能。 我们可以把我们做好的这个图,我们就存到一个物件里面, 然后再把用GGSave,把这个物件里的,把这个物件的图呢,给存到一个档案里面就可以了。 像这里我执行了,我们可以先注意看一下,在我执行这个block之前,这个资料夹里面 都还没有存在这两个图档。 那么我执行之后,这两个图档就出现了。 好,大家可以去试试,自行去试试看这里的图档出现,呈现出来是什么样子。 那主要在,我要最后再跟各位说明的一件事就是说, 这个各位可以知道的图读档其实有非常多种, 像什么PNG,JPG,甚至PDF,它也算是一种图档格式。 那基本上你要存成什么样的图档格式, 你只要自己去更改这个副档名就可以了。 甚至GGSafe它也可以,你也可以透过宽跟高这两个函数, 去指定说你的这个图档的大小是要什么样的规格。 那这个单位呢,其实预设通常是英寸, 那其实你也可以根据我们这里所熟悉的公分或公里去做设定的。 那么详细大家可以自行透过去,透过help去查询 GGSafe的一个说明内容去做一些尝试。 好,我们这段影片在这边告一段落。